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做Kalito Face 一个3D虚拟角色的云端服务 那它呢只要使用网路顺机 就可以让你来控制我们这个虚拟角色 那首先呢你进到它的画面之后 你可以先从我们的 右下角这里先找到它的背景 你可以从这里面呢 先找到有2D的 不管是一般的图片 还是单色的 或者是3D的这个场景的照片 东东都可以而且你也可以自己上传 或者是直接连接到网路上的图档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先帮你的 角色选一个适合的背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面这边角色的部分 它支援我们使用 Vizioe的这个 在 日本很红的一个 虚拟角色制作的工具 所产生的 VRM长案 那本身呢 它已经帮我们提供了 大概10组左右的 角色 所以你只要点一下 就可以换成不同角色的内容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到网路上的 这个VRM档案或者是你自己制作好的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传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切换成不同角色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还有 所有的 贴纸的部分 这个贴纸的话 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 你选择你喜欢的 把它按一下 它就会增加技能 这样就会有一个 这个图档 已经去备好的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放上去 那比较特殊的就是 如果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放了两个 那你要取消的话呢 就是在它上面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这样这个 贴纸 就可以把它取消 来讲一下它整个 视角 还有 角色上的一个操作 首先你如果用滑鼠的左键 我们可以 像3D一样去调整 不同的角度 看看整个空间的感觉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我们用滑鼠的中间 我们用 拖曳 你就可以 去把它拉近 拉远 看你要放在哪个位置 接着我们按滑鼠的右键 就是直接调整我们的虚拟角色 看你要放在整个空间的哪一个位置上面 这个是我们 大致上 调整方法 那您可以看到 就是 它本身下面 这里还有阴影的 那接着呢 我们就找到右手边这里 有一个 环境的设置 首先呢 待会我们会 透过网络摄影机 来控制它 那你可以选择 我是指追踪脸部 还是连我 手跟脚 全身呢 都要一起做追踪 再来 这个是扎眼的部分 要不要一起 追踪 然后 微笑的追踪 还有房间的位置追踪 以及脚的追踪 通通都可以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 更换 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网络摄影机 你就可以透过这边 来做不同网络摄影机的 这个镜头的更换 此外呢 这边还有一些效果 包括了我们 光线的颜色 光线它 进来的 S头 还有Y头的位置 您可以看到我们在阴影的部分 在这边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些变化 那 本身阴影的强度 比较深 比较暗 然后要不要一点影化 的这个情形 还有呢 我们下面这边 你要不要比较像素化一点 这些都可以 甚至呢如果你有 外面有水的话 要不要做一些水的动画 还有那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会有一个 光球在那边 动来动去 这样你就可以更清楚看到它 影子的变化 不过这个是比较好玩一点 应该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好 那了解了大致上的一个 环境设置 还有角色的操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地方按下去 那它就会开始存取你所指定的网络摄影机 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我们左上角这里 就会有一个 像这样子的 网络摄影机所追踪出来的骨架 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站在动的时候 你的 角色 它就会跟着在做移动 那你想要把它翻过来一点 你就 让它正面 面对我们 那你可以看到 像我这样两手举起来 我眨个眼睛 再打开 嘴巴张开 有没有 它就会跟着一起玩 那左下角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玩 这叫自拍模式 那你按下去之后 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你手上拿了一个 这个相机 或者是手机 所以呢会面对着 我们的虚拟角色 然后你就可以 好像自己拍照 那你要离开它 你可以按下 Enter 或者Escape 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部分 所以其实它的操作老实说还非常简单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它的背景部分 其实如果你把背景变成是单纯的 2D 或者是单一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拿到类似 OBS 我们之前所介绍过CleanLabs Studio 这样的虚拟圣盘里面 去做去备 就可以跟其他的视窗 虚拟场景做结合 当然本身呢我们 这个零端服务呢 也有支援 子母画面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比例视窗跑出来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 Google Meet 在去年 在去年它所增加的 子母视窗功能是一样的 那您可以看到 当我现在呢 离开这 比如说我打开我的Canva 那我们呢 就会有一个这样独立的 视窗 置底 而且呢 你可以自由的调整它的大小和卫视 好那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 太小了 我就来这边把我的表色放大 那它同步就会跟着放大 那你在 移动角度的时候呢 它也是跟着移动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像这样子 那我也可以让它 移到这里来 然后再转到 适当的 这个角度 转回来 好那我现在呢再回到这边 好这样子呢就好像我们会有一个虚拟的 角色呢我就可以在 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内容 好这样也是可以不一定一定要到虚拟色旁面去